我们制作牡丽壳水摇机的动机是 因为学校位于海边 全海养殖非常盛行 和其牡丽养殖占大多数 取完牡丽后 牡丽壳就没有其他利用价值 在上养殖学的课程中 我们学习到了 牡丽壳有过滤水质机 锻烧后有杀菌的效果 可以吸附水中的金属离子 老师建议我们在 牡丽壳水摇机中 加入其他利潮 例如陶磁盘 火山石及市售水摇机 来进行製造 并测试其滤水品质及油量 首先我们量取 公管约3公分的位置 再用美工刀加 公管切取而下 再将投影片围成圆形 利用热绒枪 将乌力壳黏在投影片上 形成圆筒状 做好的成品 我们将公管放入细缝中 再由热绒胶 碾补其他的细缝 在做好的完成品中 我们在牡丽壳水摇机里 放入火山石 以及陶磁盘这两样绿材 放入牡丽壳水摇机后 我们就会放到水里 来进行实验 测试其流量之后 并进入其流量数据 然后实验结束时 我们会制成统计图 来比较这两样绿材 流量哪里不同 牡丽壳水摇机的特色有 1. 潜心水域 所以在放牌者的场下 可以制造出 他们喜欢的牡丽壳水摇机 2. 材料取得容易 在上学的途中 我们会看到很多 或牡丽壳的摊贩 所以我们会去向他们 索取剩余的牡丽壳 来进行实验 3. 费物利用 牡丽壳并没有其他的利用价值 所以我们把牡丽壳拿来做实验 以达到费物利用的效果 4. 造型美观 我们会在牡丽壳水摇精的周围 种植水草 让平常单调的牡丽壳水摇精 美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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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